开头我先提一下啊 这个 2021年2月28号就几天前了啊 就我拍这个视频几天前 你看这海峡两岸这个节目怎么还在讲九二共识 是两岸春兰花开的东风雨露 你还提着干什么呢 九二没有共识 你看起来这个这个这个这两个仇蛋 左右两个 那个左边那个我不要讲了 台湾的人我们常见过了 我常见过的话就不要提这个人了 讲都没有什么不着边境的 我最讨厌是右边这个这个这个 我也不认识这家伙 但是他的头衔社科院台研所什么副研究员 你研究台湾研究个几十年了 都是这种货色台湾研究所 你研究我第六门就好了 你研究我好了 这这这 然后到最后你看研究了这么多你还在九二共识 九二从来没有共识 那就是个骗局嘛 我讲过了 我已经气到说不出话来了 你听过我那么多集的朋友 你也知道了 看到这个人就就就就想一拳一拳过去 但他们他们也是混饭吃啊 不要不要这样为难别人 但是你就知道你讲的都是垃圾嘛 这有什么意思啊 这是什么时代啊 你还拿着那个那个三十多年前的玩具来唬人 快三十年了 研究了研究了三十年还是这个玩具 还是这个吊 真的是以为自己在唱八王别记了啊 好了 看在中间那个李红在面子上 长得那么漂亮的面子上啊 那就不要生气了啊 看在他的面子上 不屑评论了 这个所以这海峡两天这个节目我都不去看了 真的 你不知道在混什么 混什么饭吃了 现在连国台办 他都要变腔了 他都听到了 结果他还没变 还是 原来唱八王别记的那个戏团不止一出啊 不止一个团 还有底下这个 这个 这个这个让人生气的团 还在那边 控制还是那个调 活在三十年前 还没有醒 这个应该要醒啊 但是我们要讲研究 讲到这个研究台湾啊 我前面提过那个 在春节节目 你再回去看一下 报告大帅系列二啊 我为什么把这列在报告大帅系列三啊 因为里面有一个 有个 你要 系列一系列二系列三都要看啊 就是我前面讲的那个 台湾的那个配方 就是他是疫苗 这么多年来 从蒋中正开始啊 打疫苗进来 他是一个流程 要研究出 已经破解了 已经没有必要再玩这一套了 但 我们深度研究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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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疫苗里面的细致的成分 那个 那个疫苗流程 你回去看我不重复了 哈 我提过了嘛 那 然后当中这个流程里面 中间有一个一个关键流程 一个关键流程就是 诈骗这个阶段 哈哈 诈骗这个阶段 这个有有有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分 我觉得要值得提一下 这个就是 你可以先看一下以前 以前 以前 大陆有一个 大陆以前都常会拍那个 抗战神剧 抗日神剧 那个 人会翻滚 手撕鬼子 哈哈 会翻滚 那子弹一打过来 他跟空中一押翻滚去夺子弹的 哈哈 然后 那手撕鬼子 然后手榴弹什么的 很多很多 五花八门 抗战神剧 好像打日本鬼子很简单一样 然后这里面 里面有一个最神的就是这个 叫做枪斗术 这个在后来 那个很多影视都有在 或电影评论都提到 这枪斗术 这个你看这个这个演员 枪斗术的这个 这一出 就是中间这个秃头的这个 这个傻子 哈哈 他在打日本鬼子 这后面几个日本的那个兵是 乔装的 他们都是八路军 哈哈 然后他在打鬼子 这个中间这个没有戴帽子干窥的 这个秃头的那个傻子 恶嫩子 那个他 在演那个打 打日本鬼子的时候 他的枪子弹会转弯 日本鬼子哪怕一躲 躲在那个后面枪 他们依然会转弯打死 哈哈 枪会绕过来转弯打死 你躲没有用 然后他是觉得 哇 旁边的人就在开始研究了 他讲了一个科学原理 他说枪斗术 你为什么你打出来子弹都会转弯呢 他说 旁边就 他自己也不知道 这个恶嫩子说他自己也不知道 旁边有个傻子 演他长官的 就跟他解释了 然后在旁边还有女演员 男女演员都有 哈哈 这群搓弹 来听他讲这个物理原理 他说 就是射手在子弹出塘的那一上那 手腕急速的抖动 抖动抖动 这种抖动的给子弹 一个水平的加速度 这要怎么抖 是左右抖吗 那那个抽筋的人来打 一定是有枪斗术 那个抖动给一个水平的加速度 形成了一个弧线 这就是枪斗术的 你仔细看一下 所以这边还有这个叫子弹拐弯 是有原理的 就是射手 我在讲这出塘的那一刹那 急速抖动 水平加速度 形成了一个弧线 就可以打 让子弹去转弯 叫枪斗术 那以后打击官枪的话 都用那个抖动的 都不研究 但是你可以看得到 那个这一群演员 一本正经在那边胡言乱语 但是这个枪斗术 后来在整个影视就被骂了 大家在 就把这个拿来当笑话 就抗战神剧的 又一出荒谬 还有一个抗战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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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裸的 我还记得 旋裸向巴鲁 巴鲁军致敬的 康战神剧 闹了很多荒谬的事 枪斗术是其中一个 但是 这个 枪斗术 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些 搓 搓蛋演员 枪斗术是存在的哦 子弹会转弯哦 就在台湾 在哪里 不在你们巴鲁军 在台湾存在枪斗术 你不知道啊 台湾存在枪斗术 我在前面讲疫苗的时候讲过啊 诈骗了一个 就是这个 弹道 两颗子弹今天刺杀这个 那这就是枪斗术啊 他是整个诈骗这个疫苗流程里面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要法就是枪斗术 因为我前面有提过嘛 你的 研究到最后已经是叫做什么 军阀不能用了 威权不能用了 党机器超坏掉了 接下来就是要搞诈骗 诈骗其中有一环要混着子弹丸嘛 一路都有子弹过来 你看前面是不是一路有子弹过来 军阀有子弹 威权蒋公正有子弹 是机关枪打的嘛 对不对 打猴子的嘛 然后 接下来党机器有子弹 黑金啊 李登辉啊 子弹跟那个悬票一直打来打去的 那就是有啊 那接下来 要在弱化的情况 的环境情况怎么办 就模拟 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是两颗子弹 今天刺杀 是要有枪斗术 这个枪斗术里面真的是有学问 也就是你看 你看这个枪斗术第一个就是 你看在一那堆人群的状况之下 因为为什么李陈水扁那个时候 他要搞那个假枪集很 很麻烦 因为没有人信嘛 你自己要 他自己在演戏的时候才发现 那很困难啊 那个子弹要怎么弄 才会 才会有 有那个像 哎呀怎么办 求助枪斗术 那就是真的是枪斗术了 那子弹会转弯 所以那个时候子弹 你可以看这部片子 后来还有一部片子叫幻术 幻术 幻术这部片子 在我的会员群组我有贴 幻术 幻术 那个是另外一个版本的319枪斗术电影 是台湾自己拍的 这个弹道是 是香港人拍的 但是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 我觉得值得大家要学的就是枪斗术 陈水扁就当场表演枪斗术给你看啊 你大陆拍的是假的嘛 你这个枪斗术讲出来 一群演员在那边一本正经 讲的这个物理原理谁信 事实上也做不出来 鬼都不信 军队里面举起手都不信 对不对 但是 陈水扁这边就要玩真的枪斗术啊 真的枪斗术的流程你们大家都知道了啊 因为陈水扁这个这件事情 然后突然就是两颗子弹打过来嘛 就是在这个弱化的情况之下 那关键我们要研究是枪斗术打下去之后 他们他有什么结果啊 第一个结果你看他躺在这个医院里面嘛 对不对一定要被枪斗术打到啊 那个子弹 你看旁边左右那么多人的子弹怎么转弯转过去 对不对 而且到最后发现那个子弹 在我讲过那个玻璃啊 那个车子挡动玻璃是 人家后来发现那个弹道出来是从里面往外打的嘛 那他就要 掰说是从后面打过来 可是后面打过来 那现场照片都是那么多人怎么可能 难道子弹会转弯吗 那个时候大家都在都在考虑啊 有啊枪斗术啊 陈水扁就让他转弯啊 枪斗术啊 然后打完枪斗术之后 怎么办 秀肚皮 对不对 这枪斗术也是有个流程哦 然后陈水扁的肚皮伤口会说话 但是他说什么话我看不懂 枪斗术打到就是第一个结果就是 说什么话你听不懂 然后他他躺在这个 躺在这个医院的时候他打电话嘛 讲了什么话也不知道 肚皮会说话说什么话听不懂 这就枪斗术打完了 更重要一点啊 打完这个枪斗术是接下来重点来了 他要讲话了 这句话大家都知道 被枪斗术打完之后又有什么结果 被枪斗术打到的 就是这个我做不到 台独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哈哈哈哈 叫骗枝枝嘛 要让枝枝哈哈哈哈 筋爆有没有 然后你被骗你还得乖乖给我咽下去 这就是枪斗术的 这个时候你就知道枪斗术的威力了 我被枪打到你要替我掩护 乖乖 吱吱们要乖乖替我掩护 对不对 然后在跪着哭着在那边喊 天佑台湾天佑阿饼 那个时候医院哭成一团 被枪斗术打到 枪斗术打到之后 之后就要讲话 讲一开始讲是讲听不懂 然后到最后讲话是要讲什么 讲反话 那个时候我记得他这个 台独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改改改改 台湾共和国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后面又有讲一句 同一也可以是选项 哈哈哈哈 我记得 结果那个民进党 硬就把这个话给他凹下去 这就是枪斗术打到要做出来的结果 所以在施展枪斗术的时候 被枪斗术打的那个人 他有一个结果就是 一开始 讲什么话不知道 最后是用肚皮在讲话 对不对 然后 讲反话 政治上会出现反向光谱 这就是枪斗术的威力阿 所以这个枪斗术真的不得了 他可以让你的那个政治要讲反话了 台独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他就不会告诉你我在研制疫苗 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研制疫苗 因为后面有个流程是他要进去坐牢 对不对 他 人家拜托他的一件一件事情都做不到 最早希望阿扁清廉 最早是希望阿扁台独 他被枪斗术打到说我做不到 最后希望阿扁做什么事 他说我什么事都不会做 只会做秀 最后希望我阿扁还有清廉 结果他贪污 那希望你贪污不要被抓到 我被抓到 希望你被抓到之后不要坐牢 我去坐牢 哈哈哈 这就是枪斗术的威力 要让一路让枝枝 一路一路的那个底线通通崩溃 崩溃到完全崩溃 他然后还逼他说你还得乖乖挺我 挺扁 挺完扁之后 枪斗术的最后一幕记得 拉开肚皮 这一幕我修过了 坚持我有被枪打到 这就是 你可以说你可以 我从这边就可以证明 大陆没有枪斗术 台湾有枪斗术 所以大陆要把那个台湾这个枪斗术 要学起来 这是一个很经典的一幕阿 你拍那抗赛神剧有什么用阿 你要把这一幕把它学起来 为什么 疫苗的中间一个关键一环 很重要 我前面讲了八国大帅系列的 八国大帅系列最后当你 你想一件事情局势很弱 全面不利已经被 被社会被糟蹋到这样 有可能会发生这种病毒 就是民主投票自治游戏的病毒的时候 时候 你子弹打不出的时候怎么办 子弹打不出就要强斗术 弄出来让枝枝崩溃嘛 对不对 那我提过在这个之后的下一步就是无赖的 对不对 无赖之后就是干利尼还改超换代 我提过了这个流程你回去温习一下 回去温习一下 不重复 然后改超换代就可以回到军阀和威权 看是什么情况 B级的还有一个金大帅对不对 我提过了 这个局势有 有利变成不利的时候 最后一个步骤让他能够回转的一个步骤 就是子弹要先会转弯 你那个朝代才会转弯回去 就是疫苗中间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你那个局势就像子弹一样 你怎么样急速的给他抖动 让他产生一个横向加速度 一直弯到横 然后再弯到最后回来 还可以选择最早的一个 这边就有可以接应了 对不对 这边就有一个可以接应的就是威权 或者军阀 军阀或威权可以在那边等 然后局势这样一直转弯 枪都一直抖一直抖 抖到最后最后回来了 这个朝代局势就会回来 这就是疫苗在告诉你的事情 中间一个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回到这张枪斗树 这一张图 这个胡乱的图 我把它变成一个真理了 我把它讲成真理了 你看这个演员 这个仇淡 你还没有我会讲 你讲出来这一句话 这一串话 最后是被大家嘲笑 我讲这一串话 变成你 而且可以用 就是 急速抖动 给他一个水平的加速度 然后这个 这个 这个疫苗就激活了 激活了 你就可以看到 这整个历史的 整个巨大的疫苗激活了 那你就可以看到 潮代是怎么样 这样扭扭扭扭扭扭扭 铺里局势跟你扭回来 他演练一遍了嘛 阿碧儿演练一遍给你看了 最后跟你看台图就真的做不到了吧 你的局勢就只能往那一條方向走了 往那爛到谷底 然后最后给你 凹回来 对不对 那就可以再凹回来 他就是那个很重要的水平加速度 急速抖动 阿比亚就在急速抖动 你记得我再重复一遍 枪斗速怎么打 第一步 就是要摆这个局 摆这个景象 对不对 摆这景象接下来子弹转弯 扑朔迷离 他讲不出话 他拼命的在讲电话讲什么听不懂 然后到最后告诉你我用肚皮来讲话 然后先前 然后到肚皮讲完话之后真正嘴巴讲就讲反话 肚皮讲真话 嘴巴是不是要讲反话 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他就改变 变个人了 被子弹打到就变一个人了 台独做不到 然后原本的青年就变贪污 对不对 然后原本的东西就变好笑 原本你你不是律师出身 你很会躲法律吗 我就被抓到了 那你不是可以脱罪吗 你还有总统高度光环 我就入狱了 进到里面你不是 不是很硬吗 还可以 怎么样脱车吗 最后写下我是非人 好啦终于跑出来了 说我 你不可以再谈政治了 结果他 他 在那个网路上 我就偏偏要讲政治 一路都是相反上崩溃的 你又想到他的那个弹道他就可以转弯 哈哈哈 被枪斗术打到的人就是可以一直给你 相反都给你扭相反 所以记得枪斗术就是要打到人 变成一个相反的人 叫黑无常要变白无常 白无常要变黑无常 这个疫苗的中间一个关键环节 我在这边传授 切记切记 切记切记 以后有人要从政的话 这一部枪斗术要先学起来